因不滿工廠拒絕支付工齡補償 欠繳社保和住房公基金 及到各政府部門上訪無果 上月舉行400人絕世示威的慶盛服侍批具公司工人 再次升級抗議行動 工人代表林凤告訴本台 數百名工人兵分兩路 200多人留守常理 100多人自上週起到廣東省委門口露宿抗議 至本週一已經進入第八天 由於他們連月來均沒有收入 只能儘量控制花銷 期間有工人因飢餓而暈倒 還有工人中暑 但當局至今未給豬任何答覆 反指責他們月季上訪 林凤還表示 週日廣州下大雨 露宿抗議的工人們全被淋濕 再加上高溫酷熱 很多人生病了 你們覺得這樣抗議有用嗎 林凤表示 另一方面 守在廠內堅持抗議的一名懷孕女工 因操勞及情緒激動等原因不慎流產 據瞭解 慶盛福士皮具公司為日本優衣庫 G2000等品牌的代工廠 為香港資本公司 去年12月就曾因欠缴社會保障基金和住房公基金爆發千人罷工 事後 工人則被廠方強迫復工 該廠今年5月突然宣布搬遷廠房 工人開始在廠區內抗議 阻止廠方搬走設備 上月 900多名工人發出集體談判邀約後 地方出動警力打壓 多人被抓 其後 200多工人前往深圳市政府請願 但被大批警察攔截 另一名維權工人譚青桃週一告訴本台 抗議期間廠方曾私下聯絡一名維權代表 要求以15萬元換取他 不再參與示威 但遭拒絕 隨後廠方單方面解雇了他 目前這名維權代表被關在看守所 我發給他 但是他就不同意 我有的 大家都有 都是退休的 找公民 二十多年的很多 馬上他就收了一個寫屋航空轉禁 如果你已經被公司寫屋了 廖天就去採訪 你們要說 為什麼無尊人給寫屋嗎 到他們什麼時候就給那些保安去拿一下 就不讓他進場 沒有多久 有人去拿了大批警力 據工人們表示 目前當局和工廠 仍未給出任何解決方案 他們已經多月沒有收入 越來越嚴重的膠著情緒在工人們中蔓延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 新林的採訪報導